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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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歡迎大家回到新一集 講碼攻略 今天有點特別 有什麼特別 沒有啊 就是我們其實也是有空講碼 試一下第一次講菊草菜邁 是喔 好像真的沒有講過菊草 我和大家 是啊 也好像沒有試過這麼早出片 也是 因為菊草始終要有些時間 是啊 事不宜遲 因為我們其實菊草今期賽事 有莫來拉伏出 好像都挺精彩的 選了一場應該都混戰 我和你都選了一些完全不同的組合 真的很開放 你這場講的就是 美場第九場的三班千二米 沒錯 這場三班千二米 其實我們兩個 都是只有一隻共同友的馬 就是神希飛馬 是啊 沒錯 先講一下神希飛馬 這隻馬當然 上季的戰績都很厲害 今季復出 可能一開始給大家的印象 就是 好像表現走走的樣子 會不會好像上季用多了呢 但是 其實 你留意他 剛剛對水這場 現在播錦片的一場 其實就是他優後復出 其實他表現 對我來說已經進幅很大了 是啊 其實你 直路看回他最後那裡 莫雷拉這麼柔的騎髮 你就知道好像不是這場那樣 前面是走掉了 那看到都不斷移的 不用打哪隻馬 推著推著 越推越好小 嗯 那他的第三 雖然都對頭馬沒什麼威脅 那贏的 其實三身好運的 是啊 那我掩著三身好運 其實他自身 他都跑得很好 嗯 那天應該是 完全都不是好理後上的 所以未拍楊飛其實 都可以看高的 嗯 沒錯 那還有最重要就是 神希飛馬他復出這一場 跑完之後 其實他的功夫都完整很多了 那期間又試過大閘 那最重要就是 那莫雷拉都不肯放手 繼續去站直 那經常都說 雷神騎過的嘛 贏不了 你再騎的話 怎麼都要看高一點 因為真的很想交代 是啊 還有應該都是 特地讓莫雷拉停賽 復出這一場的 沒錯 特地預約了今天 那看看今天B跑道 又沒有一醉 是啊 方仔怎麼都要 就是繼續去 就是爭分 抵抗著阿塞那些 就是進攻的了 真的要 是啊 那接著下去 你會選到什麼呢 因為都真的挺混亂 是啊 混亂 那既然混亂 那不如就選一些 有近跡有夠準的馬 那我一定是選一隻 家應精英先的了 那家應精英這隻馬 其實大家都知道是 全名仔來的 但是這隻全名仔 今年呢 就真的好像好很多這樣 基本上 那些表現是十分之準成 尤其是 我已經拿了三尾 是啊 那三尾 就 80分 133磅 那 競爭力應該會碎我的 雖然不潘頓的跑 是 但是他好幸 真的撿回二檔 和勝在 真的擺得前 因為始終 譬如說你B蘭這些情況 有時候 你預計不到他後追馬 會不會追得前 那我既然 就是 夠主動的跑法的話 就算我當這場 例如夢幻人生 或者電腦7號 這些快馬會和他燒的 那他就守住在BOSS位 我覺得這一點 是絕對可以做得到的 不過這場呢 可能大家需要留意一件事 就是其實這場呢 夢幻人生 和電腦7號 究竟怎樣放呢 是 那個互動 是的 那個互動都比較關鍵 因為你說的那些 其實都是要金錢的馬 你知道陳家希有時候 那些神級發揮 我都不知道他想怎樣 所以我就會選一些 有後上的馬 那第一隻就應該選到 其實 同一組會選完 是 大家都輸給共創奔分 那壽神一定會 因為壽神其實 這場其實也挺厲害的 就是你和共創奔分鬥 最終就已經輸了 但是他的追勢也不錯 那另一隻呢 唉 真是很飄忽的 這隻馬 是 又是待會會在外面見到他的 就是 他現在在什麼位置 爆尾 唉 待會那些 飛到 你看 最出是他的 是 其實他的追勢是最好的 他是比壽神還要高難度 所以我覺得兩隻馬 都不可以看低 特別是 盡神 因為盡神如果這樣追發 他應該還有禮手 我猜 當然啦 如果你的盡神 始終他這些都是PP 那你隨時都有繼續反彈的可能 那今場 繼續撿到一個大外檔 十二檔 那看看 蔡明紹如何發揮 那你純粹單論這一場的追勢 是真的挺悅目的 是啊 還有我記得 就是 蔡明紹和葉楚寒的難門 都應該挺好的 嘩 是偶有佳作的 那當然他會不會有些賠率給你 因為我其實都應該會有點冷冷的 或者半冷門 半冷 那 十二檔 有時候這些馬都不想得太多 然後還有一隻 就是那隻 雪戰神區 是 那雪戰神區 今場 找了田泰安 就是因為可能 蔡明紹一早答應了 是 那就導致到 要換人 其實 都是厲害的 雪戰神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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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真的很厲害 經常都說這隻馬 我什麼時候都說 其實他不會不夠三班 只不過他真的要一些 步促或者形勢 去很幫助他 才可以爆到上來 但是如果你說 如果你遇到那一隻 是適合追 那這些馬 你要回到正常的 我自己其實選幾隻 都是全部後上的 就是希望前面有個快步促 這樣就 菊草尾腸 冬神都禮快 看看會不會造就到 神希飛馬 進神甚至乎雪戰神區 這些走路上來 是 那這些 真的要看回到時那個 步促形勢 或者場地 離放還是離追 那阿威就選了 那條戰線 就是獸神那一場 就很多馬 選了 那我自己呢 就會選另外兩隻馬 給大家 有一隻都 相信應該都不會 熱得去哪裡 那一隻就是 敬盡天嬌 那可能很多朋友 就會覺得 這隻馬 這季好像沒有造型 一場第十 一場還要包尾 為什麼會選他呢 那 跟大家看了一條 是上季的 季尾片來的 這場就是 田草二班千四 那其實 那一路都印象 覺得敬盡天嬌 這隻馬呢 我會覺得就是 三班有餘 二班不足 有些像是什麼呢 譬如說 第二個馬房 競技 勇士 競技勇士 那種感覺 他二班可能會跑得近 但是他落三班更加大威力 那這場千四 其實 對手不簡單的 你有二郎 有信心保證 百姓龍 美麗 掌聲這些 其實是二班很強的食指標 你後面還有蒙古王 那你敬盡天嬌 可以在千四 跑那個位置 其實我覺得 顯示這隻馬的能力 是真的有才可以做到這件事的 是的 雖然他是有能力 但是他也算是傷過 是 其實今季兩場都在後面 游下游下 那這場還要縮情千二 但是如果這樣看的話 我自己看 敬盡天嬌 反而爭情我會要 縮情就真的 我會再想清楚 是 都明白的 但是始終我會信就是 石馬落三班 當然啦 你找到王浩南 一定不會說很大信心 始終他還沒開債 但是落班還沒背到重磅 你有個檔 然後 其實最吸引我一點 就是他賽前那貨草 即是彈草集 他比我觀感 是比之前好很多 那阿威有說過的 他受過傷的 但是看這些馬 在審立城 即是悉心照顧的手上 看看有沒有不會再跑得好一點 畢竟他贏過同情 他也都有班 看看有沒有不會幫到王浩南 有一個好一點的成績 是的 那還有一隻 那 那佳磚三阿威你覺得又怎麼看呢 不要搞 我一直都搞不定這些馬 但是這隻佳磚三 我自己都會再給他機會 因為其實我覺得這隻人馬 是比我感覺越來越有進步 也是轉跑谷草之後 我覺得他那個表現 一看來挺適應這條 track 那 撿到一個一檔 有賀明的手風 我自己就這樣看啦 你說手風順來順另一件事 始終你在谷草還沒跑過千二 是 一千上千二 難度都不低 那看看他可不可以 可以 因為其實他今季跑三場 復草 就是他 除了第一場跑千二 是說錯了 其實他跑兩場一千 他也是在後面的 那看看他會不會再拗 前倒一點 看看交叉鼻孤 可以幫到他多大 其實他上場潘頓是真的輸了 但是無端端跑得好的情況之下 整個交叉鼻孤是為了什麼呢 我覺得這個我要想清楚 因為羅富全的馬 如果跑得好的 其實不需要換配備 就是好地地轉配給他 好地地加個交叉鼻孤給他 是搏什麼 就是賀銘蓮 其實這陣子也好 有戰意 其實他和郭能 我也覺得這陣子也很好 是 沒錯 所以你想一下交叉鼻孤的容易 我對於這些馬 有保留 我自己會比較想多一點 是的 但是開場這麼說 這場預計的步速應該都不會盲得去哪 看看他這些屬於都算是後上型的馬 即使就算是抽一檔 看看會不會吃到步速形勢可以追回 因為始終這些未真正看過底牌 雖然說街中三是最小 始終他年紀都是小 四歲 也是經驗比較少 因為跑了六場 他絕對可以有進步空間 而且這些馬應該都預計了他會很遲才來 是的 我相信都沒有那麼 即他可能其實現在 用了一些時間 所以其實跟大家說了這場 尾場的三萬千二 其實你聽到我們兩個這樣說 講了這麼多範圍出來就知道多亂 所以就是要看你 就是喜歡 就是看看那一天有沒有得追 有得追就是我那條線 沒有得追就是阿韓那條線 沒錯 所以真的幾時都說的 這些場合真的要撿散 所以我自己就會給大家 譬如是嘉應精英 敬進天嬌 神希飛馬 怎樣都要的 我跟阿威都有的 這個真的要要的 最後就把街專生 如果大家不喜歡我這四選 參考阿威的 譬如是獸神 進神甚至是雪戰神區 亦都是非常合理的選擇 三神組合就可能神 嘩 三神召喚 三神 希望可以 所以今集時間就差不多了 下個星期就開始會有一個很重大的項目 究竟是甚麼呢 那就要敬請 下個星期再 留意我們的節目 好 今集時間差不多 下集再見 拜拜 喜歡我們的影片的朋友 就快點去追蹤我們的Facebook 和IG 之後再叫你的朋友 一起去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按旁邊的小鐘 那就不怕錯過我們每集的最新資訊 記得 鼓勵 椅子 一邊 一邊 到 兩邊 二邊 三邊 三邊 倒 嘅 nast